麒麟全圣 本年度的神宗科 早晨! 欢迎收听 本年度的神中科 耶稣 我们为一能求告的命 今天是六月十四日 题目是《逐流地的人》 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9章23节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写记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外名讲到 福林信徒若果要得无洁净 并且保持洁净 就必须有圣灵 在他们的心图驾坐 主已经向我指明 若果是现代的以色列人 在他面前自卑 并且掃除 令宫中的一切污蔑 他就必须听他们为病人所作的祷告 并且在运用他的方法治病的时候 赐福给他们 人若凭着信心尽其所能 这样和疾病抗争 使用上帝预备的简易疗法 他的努力就必得无上帝的赐福 若果上帝的子民 在得了这个亮光之后 仍旧保持不良的习惯 方宗自己不肯改良 他们就必自食后果 要在他们不惜任何代价 决心满足 那个不良的食欲 上帝绝不会施展神力 来救他们脱离放纵的恶果 他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唉 不知有多少人 在康健和熟灵的恩赐上 失落了上帝为他们 所储存最丰富的福分呢? 现在有很多人揭力 要得到特殊的胜利和福分 以便成就伟大的事 他们为了这个目的 事上觉得必须流泪土告地 奋力挣扎 这班人 若果肯切祈祷地查考圣经 以求明白上帝的旨意 然后毫无保留地 从心中遵行祂的旨意 这样他们就必得着安息 一切的痛苦、流泪与挣扎 都不足以令他们得着 所欺期的福分 他们必须完全敢献己 去做当前的工作 接受上帝应许 赐给凡贫着信心 而求知人的宏恩 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我们当效法救主的 顺朴图乞己 我们当用言语和圣洁的生活 来高举那族流地的日 凡将自己献给上帝的 救主就与他们亲近 若有一个时候 需要上帝的灵 在我们心中 和生活中混合 现在就是了 但愿我们把握这个神圣的能力 以至有力度 将神圣而献己的生活 在教会证言卷九 原文164至166页 今天深入思考的问题是 如果我选择过圣洁的生活 我今天要背起什么样的十字架呢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